兵城传出双尸案 两名女子沉湿叫车内多时 被发现时遗体已经飘出恶臭 警方今天表示解剖报告证实 两人的死因是因为吸入过量害气 案件列为猝死案处理 兵城危中警区组任希尔米表示 据警方在案发现场并未发现任何凶器或作案工具 两名死者分别是25岁和30岁的本地女子 他们的家属在7月5号向警方举报失踪 但一直都没有音讯 直到昨天下午点半左右 有公众在南美元发现一辆轿车传出臭味 凑近查看发现前座躺车两具遗体 这才揭发命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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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